嗨,大家好,我是Amy Song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頸部和腰部 我個人的經驗、保健、分享 因為我以前曾經是一名會計 一坐是八個小時 然後呢,脖子經常會摔痛 我哥他是已經幾十年的 那個設計師 他也是坐在電腦前面 一坐都是八個小時、十個小時 然後他從來沒有發生過頸部摔痛的症狀發生 我就請教我哥哥 分享一下你有什麼好的方法 他是很簡單 就是買一個靠椅 靠椅就是很高的靠椅 可以脖子可以依靠的臉 這就是一個給你們的分享 給你們的借鑒 就買個高椅子 把脖子躺在椅子上面 就可以保護頸椎 那麼如果頸椎已經有痠痛、痠癮、發生了 那有什麼方法呢 我有一個方法 就是做頸部運動 旋轉脖子 旋轉脖子 就是從底下 往右 朝後 朝左 朝底下 旋轉 然後再換一個方向 盡可能的最大限度 慢一點 這個頸部方法非常有效 很簡單 然後對一些沒有時間到外面去做運動 用比較忙的人 操控做這個頸部運動 非常有效 怎麼樣呢 樣子不好看 但是效果挺好啊 是什麼樣呢 就是 手臂全部放鬆 然後 把肩部 弓 弓得越高越好 然後 往後 最大限度 往後 再往前 再往手 把肩 然後再往後 這樣就是 從頸部到肩部這塊筋啊 全部拉伸 因為你一直這個樣子 他這個肩部的肩 肩膀的肌肉 一直在緊張的狀況 你這麼一做 他馬上就放鬆了 這個是最快最好的解決 頸部問題的那個保健方法 那我就跟那位 把肖老人 我就跟他做這個事情 我說你回去做 然後我 我就順便把他肩部 你知道我 我有一些 那個按摩的一些手法 然後把肩部按摩了一下 哎呀 我說我好鬆 我好鬆啊 好舒服了很多 然後呢 我摸到他肩膀的時候 這兩個肩膀啊 就像兩塊石頭一樣 我說怪不得你要 脖子要酸痛了 你這兩塊肩 哪是肩啊 這兩塊石頭在脖子上 那肯定會痛的 如果你要不停地運動一下 運動一下 而且他還有點駝背 他就說好好我去做我去做 然後他就說 我說那下星期我們再見 啊 好好好 話說第二個星期 那位馬來西亞老人又來了 我說怎麼樣啊 他說 哎好多了 好輕鬆啊 這幹嘛真好 但是 他說我就是做了以後啊 他說我的孫子啊 老是盯住著我看 他說 哎 奶奶怎麼回事啊 這都挺奇怪的 這很動的 他說 我一動他就說 奶奶你怎麼回事 我說沒關係 你趁沒有人的時候 你就這麼動 他說是的 我趁我孫子 跑出去玩一會兒的時候 我就 就動了 他一來 我就 就不敢動了 他說 他笑死了 然後他說 哎管用管用 他就跟我說管用管用 我很高興啊 現在他 我覺得他 已經恢復了那種 以前的那種 樣子 我很高興啊 真的很希望 更多的人 能夠解脫這些幾部的困擾 能夠真正的感到 很健康 我就很高興 好 接下來我再跟大家分享 那個腰部 那個腰部的保健 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腰是怎麼 不治而遇的 我連我自己我都不敢相信 我因為我以前呢 就是啊 因為我的腰嘛 你在超市 你長期工作 你說不搬東西是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對著遠光 搬這個搬這個 我是極性子 我這樣叫他們搬 我就一下子 我自己搬掉了 其實我也是體力活 體力活在澳大利亞 說是藍領工人 做那個辦公室的 叫白領工人 我屬於是藍領工人 我是那個體力活的超市人 然後呢 因為腰部受過一次傷 然後我就想 到處找好多的資料 怎麼樣保護腰 其實搬東西啊 有一個忌諱 還是有方法 怎麼樣搬呢 就是說 堅決不能用 腰部的力量去搬 一定要用腿部的力量 我跟大家演示一下 搬東西的時候啊 千萬不要這樣拿 用腰部的力量 千萬不要這麼拿 這麼拿 腰很快就壞了 就是說一定要蹲下去 然後用腿部的力量 腰是直的拿出來 提起來 你的腰永遠不會有問題 永遠用大腿的力量 提起來 就不會有問題 接下來我給大家分享 三種腰部運動 家庭的腰部運動 第一集就是 伸展 伸展 腰盡量往後面伸展 然後 再放下來 拉伸 過來 往後面伸展 往後面伸展 第二就是 將腰旋轉 一二三十五六七 前後左右旋轉 看電腦看手機 一個小時以後就可以在家裡這麼轉 右轉八下 然後左轉八下 要轉五六七八 好 最後呢 就跟大家分享就是 這個腰啊 讓它 給它一個伸展 做一個這麼一個動作 然後 蹲下 抬起 蹲下 如果不能的話就做試想 再換一個腳 好了 家庭保健操就分享到這 那麼我跟大家說一個我本人親身的體驗 我的腰都是整了不治而喻的 我以前的腰啊就是 因為我一直坐在那裡 很久坐在那裡 然後呢我就請一些中醫師幫我按摩 按摩一個確實啊 這個腰很舒服啊 就是又好累這樣子 然後過一陣子 這個腰又不能站很久 就是你站哪小時你的腰就不太舒服 然後呢 我就 後來移民去了澳洲了 澳洲呢 這個超市呢 就是 都是站在那裡做收營的 一站六個小時 有的時候 八個小時左右可以 我怎麼這個腰 後來 一點感覺都沒有了 啊 我後來明白 而且是不治而言 沒有吃腰 沒有微視乎按摩 什麼也沒做 我還以為我的腰出現了問題 腰根本就沒有問題 而是平時就是 它久坐造成的 不要一點問題懂的 都是住造成的 所以大家坐久了 一定別忘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站起來活動一下 扭扭腰 到外面上傳部 不要一直看書 一直看電腦 一直看手機 一定一個小時站起來保護你的 我在新西蘭生活了八年 我在那裡有個朋友 她是大學講師 也是一名女性 她告訴我們 她說 從現在開始 她們就是老師 她們本來都是大學講師 她們是坐在那裡 她說 現在開始 所有的一直全部測了 也就是說 從現在開始 她們講師 一律是站著講課的 不允許坐著 為了保護腰 所以有句話 老話真的是很有道理 叫做 站著說話 不腰彈 這句話非常有道理 好 今天我的 緊固腰部的保健分享 就分享到這 如果你喜歡 歡迎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